今天我们学习这款茉莉花挂件 起针方法 环形起针 第一圈 六个短针 起离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收紧线圈 找到第一个短针的位置 引拔 第二圈 起离针 还是六个短针 插入到上一圈引拔的位置 也就是第一针的位置 这根线放在钩针上面 边钩边藏线 还是六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割好之后找到第一针的位置 引拔 后面这一根线 拉紧 断线 将它这样 让它的重面对着我们 第三圈还是六个短针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引拔 第四圈 六个短针 第五圈 第六圈 都是六个短针 第六圈 现在我们勾置它的外半针 这是它的全针 这是它的内半针 这是它的外半针 我们挑它外面的这个就可以了 它里面的这个比较靠里 第一个外半针 勾置一个加针 加针的意思就是同一针目里面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 还是这一针目我们再勾置一个 这就是加针了 下一针目加针 下一针目短针 接着下一针目加针 都是勾置它的外半针 这里一定不要勾错 因为勾错了后面的那个花瓣 就没法勾了 下一针目加针 只挑它一个外半针勾置 不懂的话 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搜一下 内半针外半针和全针的方法 最后一个短针 勾完 与第一针目引发 接着我们就开始勾置它第七圈的一个花瓣 起立三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勾置同一针目里面 勾置五个未完成的长针 这一部分会有一点难 大家可以调节下倍速 勾针绕线一圈 插入到第一个短针的外半针里面 把线圈带过来 然后我们再带过前两个线圈 这是一个未完成的长针了 接着我们勾针再绕线 还是插入到刚刚的这个第一个外半针里面 把线带过来 还是带过前两个针目 这是第二个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第三个 带过前两个线圈 然后第四个 带过前两个 接着我们再 这样子 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的退过去 接着勾针三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挑它的理衫 勾针五个未完成的长针 它理衫就是这里 靠近内部 就是中间正中间凸起的这个部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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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五 勾针绕线 插入到第一个礼衫里面 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一并 只要还是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 它带过去 接着空一针 在礼衫的位置里面引拔 一支引拔到它的鞋尾部分 第二支里面引拔 还是调它的外半针引拔 这样它的第一个花瓣就完成了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勾针五个花瓣 再来示范一下第二个 三个辫子针 在第三个针目的外半针里面 勾针五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然后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的带过 接着三个辫子针 调立衫 再勾置五个未完成的长针 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然后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的推过去 接着第一个 就变那个 礼衫空出来 在第二个礼衫这里引拔 一直引拔到结尾部分 然后在第四个 针目 第四个外半针里面引拔 第二个花瓣就做好了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暂停把后面三个花瓣勾完 第一层的五个花瓣勾完 与第一针目引拔 它就是这个样子 接着我们勾针直接挑到这两个花瓣 中间偏右一点的位置 插入到这个位置之后引拔 开始勾置它第二层的内部的花瓣 我们刚刚不是挑第七圈的外半针勾了五个花瓣吗 它还余留了这个内半针 接着这一圈我们就挑它的这个内半针去勾置 在它中间偏左的位置 是因为这五个花瓣要和上一层的五个花瓣中间错开 比如说这五个花瓣是在这个位置 一二三四五 大家暂停把它第二层的花瓣勾完 花瓣勾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接着我们勾置它第三层最后一层 最后一层花瓣我们只需要勾置三个 它入针的位置就在我们第七圈 不是还勾了一圈的外半针吗 在最里面 最里面这里我们勾置 这里是余留了六个外半针 六个内半针 我们就在这六个内半针里面勾它的花瓣 第三层勾三个 同样的方法还是错开勾置 里面的三朵花瓣勾完之后 引拔流朝线断线 然后这一根线我们可以把它塞到里面去 调整一下花朵 这样它的花朵部分就完成了